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我是目前 提到秋叶园呢,我想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是日本的二次元圣地 但今天要讲的呢,并不是动漫游戏 而是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无差别杀人事件 那故事呢,要从一个人讲起,家庭至大 家庭至大呢,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 从小呢,父母管教比较严格 自己呢,对学习也比较用功 所以他从小呢,就不怎么和别人接触 一直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学习 但是天不随人愿,即便他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 最后呢,他还是没考上理想的北海道大学 只好呢,去了一家技校学习气修 可能是考场失利的原因吧 他逐渐的对学习呢,就失去了兴趣和信心 再加上他从小孤僻的性格 于是呢,家庭至大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死宅 每天呢,就是在家里玩游戏 那直到毕业,他到了关东汽车工业上班 还是每天不和别人接触 除了上下班呢,就是回家玩游戏 他的这种工作态度呢,就引起了工厂的极度不满 当然这也可能是他自己意想的 他觉得工厂对他不满 总之,在2008年的5月27日 家庭至大呢,在网上的一个留言板发帖 说自己呢,很可能会在6月份被工厂开除 之后的几天呢,他就开始频繁的在这个网站上发帖吐苦水 然后就会说一些,什么自己交不到朋友 也交不到女友,不太能跟别人接触 然后自己太丑了,自己太没用了 还不如垃圾,垃圾还可以回收 那这些帖子一发出去呢 我想大家应该能猜到会发生什么 其实就网络的环境而言 真的能够去鼓励你支持你的人 毕竟还是少数 其实就像我刚开始做视频的时候一样 真的能支持你鼓励你的小伙伴 还是少数 那有很多的人呢,是连内容都不看 上来就在这个弹幕评论里 各种抠肚芬芬芳的莫影人 什么抄袭啊,垃圾啊,长得丑啊,什么都有 而像家藤至大这种负能量爆棚的帖子 只会被攻击的更加严重 于是呢,一群莫影人网友 不负众望的,对他开始毒舌讥讽 嘲笑谩骂 最终呢,就引发了一场网络上的骂战 那骂战之后呢,家藤至大就对自己啊 更加的不自信了 他开始觉得自己啊,从小就什么都不顺 长得也不好看,也没有朋友 活着呢,简直是一种浪费 就应该早点自杀算了 几天之后,6月5日 家藤至大呢,去工厂上班 结果当他打开更衣室的时候 发现他的工装没有了 其实呢,这就是一个这么大点的事 但是对于处在本来就严重自我怀疑 又因为长期的孤僻 导致严重自闭的家藤至大来说 成为了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家藤至大脆弱的内心呢,瞬间就爆炸了 他坚信是因为工厂看他不爽 想辞退他 所以呢,故意不给他工作服 于是呢,他就在网上的留言板写道 去工厂没有连衣库,辞了吧 他在工厂愤怒的独自咆哮了一会儿呢 就回家了 并且决定从此再也不去上班了 到家之后呢,他越想越生气 于是呢,他就又做了一个极端的决定 他决定杀人泄愤 而杀人地点呢,就选在了自己熟悉的秋叶园 6月6日,家藤至大呢,到辅井县 买了6把不同的匕首 以及一根井棍 然后呢,回到了自己居住的静岗县 6月7日,他来到了秋叶园 他卖掉了自己的一些电脑软件 并且用这些钱呢,以搬家为友 租用了一辆两吨重的白色货车 之后呢,他又在秋叶园附近观察了一下地形和路况 然后回到了自己这个静岗县的家里 6月8日一早 家藤至大呢,就开始在这个网络上的留言板发帖了 5点21分 我要在秋叶园杀人 用汽车撞人 车不能用后就用刀杀 再见了大家 6点3分 曾经是大人眼中的好孩子 交不到朋友 6点10分 预定走的道路封闭了 果然什么都妨碍我 6点31分 到时间了 出发吧 7点12分 电车早成了一班 7点30分 这破雨 难得我准备的这么完美 7点47分 算了吧 哪怕规模小点 雨天照样之行 9点48分 抵达沈内川休息 至今还算顺利 10点53分 该死的塞车 能不能预定时间内到达 11点45分 抵达秋叶园 今天是步行者天国之日吧 12点10分 到时间了 然而这些帖子呢 都被网友当成了他脑残的玩笑 根本就没有人去想 这会是一场杀人的预告和直播 于是12点30分 加藤至大 驾驶着白色货车 闯过红绿灯 以40公里的时速 冲进了步行区 一头就撞到了一个商铺里 当场撞倒碾压了5个行人 其中3人当场死亡 2人受伤 而周围的人呢 都以为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所以赶紧围上来呢 查看伤者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加藤至大双持匕首 从车里就跳下来 开始对周围的人群进行无差别攻击 两分钟以内 他就刺中了12人 其中4人呢 因为失血过多 后来死亡了 8人受伤 5分钟后 警察赶到 并且把加藤至大逼到了一个小路上 那加藤呢 反抗不得 于是抛下这个匕首投降 于是被警方逮捕 那在审讯中呢 加藤至大先说自己是黑道的人 结果经过这个警方的调查 发现他是汽球场的一个员工 于是呢 他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 对生活感到苦闷厌世 所以到秋叶园杀人 任谁都可以 但是到了6月10日呢 加藤至大又跟警方说自己患有精神病 于是检方呢 又开始对他做精神方面的鉴定 10月6日 精神鉴定的结果呢 出来了 判定加藤至大没有严重的精神病 可正常的分辨善恶 并且呢 持有强烈的杀意 有计划的做出行动 于是在10月10日 检方呢 正式起诉 但是加藤至大的辩护律师说 加藤至大呢 丧失了部分的记忆 所以呢 应该属于精神障碍 或者精神失常 从而呢 希望可以减轻他的罪行 这期间呢 又牵扯到了很多的鉴定 最后 直到2011年的3月24日 法官认定 加藤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 并且以 犯罪行为极其残酷 毫无人性可言 判处加藤至大 死刑 此后 加藤至大呢 又做过几次上诉 直到2015年的2月2日 东京最高裁判所 再一次宣布了死刑 从此再无意义 但是由于日本执行死刑 一向是漫长无期的 所以加藤至大 直到现在 还在东京居治所 等待死刑的执行 至此 案件结束 这个案子虽然结束了 但是这个案子的影响 却远没有结束 在秋原事件发生之后呢 在日本开始不断的有模仿案件的这种犯罪预告出现 因为数量比较多 所以我这里呢就不一一展开来讲了 我会在后期做成字幕 然后放在这个屏幕上 如果出现的时间比较短 大家也确实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暂停观看 当然我这里说这些废话的原因呢 也是想拖延一下这个字幕出现的时间 而事件的影响呢 除了这些脑残的之外 也有官方正向的 那此事件之后 日本要求购买特殊刀剑的买家 在购买的时候 必须出示身份证明 并且严令 禁止18岁以下的人 购买匕首 并且呢 禁止生产和输入匕首 这也是日本第一次决定 禁止生产刀具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想说两个我的想法 第一是关于家庭的教育 是不是只要孩子的成绩好 别的就真的都无所谓 那我觉得相对于成绩来说 心智的健全 其实要重要的多 那如果家藤之大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 身边能有几个这个朋友 不是那么孤僻的话 那在他后来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可能就会多一些人 去倾听他的倾诉 去安慰他 或许之后呢 他还是会成为一个死肥宅 但至少在行径和想法上 就不至于那么极端 牵连了那么多无辜受害的人 第二呢 是关于网络环境 我真的建议内心脆弱的人 还是选择其他的倾诉方式比较好 网上呢 并不是你获取鼓励的 一个最合适的地方 因为雪中送炭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那键盘侠为什么会这么多 我觉得头说的是特别对的 但是你要理解 这就是人性 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 他不会说这个话 人需要在一个没有后果的 网络世界发信 其实这就是人性里边 有欠缺的地方 真是实名制发帖 网上一片太平 谁发帖之前都贴上 我爸爸叫什么 我儿子在哪上学 我媳妇在哪个单位 他手机号码多少 我还在发帖 你看嘛 天下太平 为什么敢瞎说 起一个名 就是条狗 让他发个帖 他就知道你不会知道他是谁 面对面子 不会发生一些事情 这就是人性 所以因为不用负责而无所顾忌 他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的 这个所有的负能量 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无能的在网上宣泄给别人 最后刚才在讲案件的时候 因为上下文的原因 不方便打断 在此呢 我是真的很想像那些 从一开始就支持我 鼓励我不断给我建议的小伙伴 说一声感谢 真的真的很感谢大家 是你们支持着我 一路坚持到现在 这也是我每次到片尾 不管说的多快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句话 都会单独说 字幕也要单独做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份感谢 不能了草了事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慷慨三连读的弹幕 评论私信有母互动 感谢大家的支持 黑白夫妇 愿世界和平